韓國瑜的支持度非常非常高 他是百年難得一見政治的奇才 所以我也期待為了有機會 在2020年的總統大選上面 我們彼此進行一場君子之爭 一宣布2020要參選總統 賴清德出手第一招 就是點名校正韓國瑜 賴清德自比務實台獨工作者 對上了大打經濟牌 然後出去人進來的高雄市長韓國瑜 台灣人民會選意識形態 還是填飽肚子 當然韓國瑜目前還是跟大家講說 他還是盡力把高雄市長做好 那他在做什麼呢 就是不斷的要把高雄的東西賣出去 那他最新的 他就去見證了高雄的農會 跟高雄區漁會 跟廣東潮州聯督公司 他們簽一個合約 那這個合約價值不少 兩億人民幣也就是 將近十億台幣 不少錢 那這些就是 就是賣出去很多的農產品 上任兩個多月 韓國瑜積極與各地接洽 不僅出訪新馬平通路 19日跟簽下 上任以來最大筆 十億元農漁訂單 其實都還只是開始 因為他有目的 就是把台灣的這些農漁產品 你就送到潮州港那邊去 然後從潮州港那邊 再去連結 那個越港澳大橋這些 然後總共大概 九個城市經濟群 那以後 這個如果能夠談得好 然後獲得口碑的話 在那邊應該也會 越來越豐盛水擠 台灣更多水果跟農產品 可以賣到那個地方去 雖然韓國瑜對2020選總統 還沒有鬆口 但靠著拼經濟買東西 就聚集高人氣 讓民進黨民調最高的賴清德 一出手就指定要與最強總統 候選人韓國瑜過招 反觀國民黨 難道還不派出最強王牌嗎 記者綜合報導